今天咱们来讲两个小故事 他们衍生出来的英语短语 都在日常生活中非常的实用 有一天穆林的同事开会说 我太太的阿基里斯伤到了 要请一天假 还好穆林早就熟悉 这个阿基里斯之中的故事 否则一时还真反应不过来 在古希腊传说中 有一位著名的英雄 叫做阿基里斯 他的父亲是个凡人 但是母亲却不是 是海洋女生 因此他们的儿子阿基里斯 就是一个demi god 半神半人 阿基里斯从小就展现出 超凡的勇气和力量 被预言会成为 希腊最伟大的战士之一 然而他不是神 也就不会是不死之身 他的母亲推提斯 当然希望自己的儿子 能够永生不灭 因此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当阿基里斯还是婴儿时 推提斯将他进入了 神秘的冥河 这条河流据说能赋予人 不死之身成为immortal 推提斯握住阿基里斯的脚跟 heel 将他进入冥河中 使他全身上下都变得刀枪不入 但是他忽略了一点 也就是他握住的那小部分 heel 这一点成为了 阿基里斯唯一的致命弱点 后来阿基里斯在成长过程中 展现了无比的勇气和力量 尤其是在特洛伊战争 Trojan War中 他成为了希腊联军中 一名重要的将领 战无不慎 然而在战争的最后阶段 特洛伊城王子的兄弟 帕里斯 Paris 却在战场上被告知了 阿基里斯唯一的致命弱点 Akilles Hill 阿基里斯之种 谁告诉他的呢 我们知道雅典娜是守护雅典的女神 而与雅典娜不太对付的太阳神 阿波罗就选择支持了特洛伊 正是阿波罗透露了这个关键信息 给特洛伊的帕里斯 于是 神射手帕里斯在战斗中 悄悄地瞄准了阿基里斯的脚跟 发射了一只致命的剑 不偏不移地射中了阿基里斯的唯一弱点 让这位无敌的勇士 瞬间失去了力量 倒在了战场上 伟大的英雄阿基里斯 就这样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弱点而陨落 于是后来我们就用Akilles Hill 这个词来形容一个人或系统的致命弱点 而Akilles也顺带被指代小腿肌肉 和脚跟骨之间的跟腱 叫做阿基里斯剑 Akilles tendon 或者就简称Akilles 这样木铃同事的请假就make sense了 My partner injured her Achilles And I need a day off to take care of her 好嘞 来看第二个故事 Superman的Akilles Hill DC漫画的超人 几乎是一种无敌的存在 可以正面硬钢任何对手 但它真的是无敌的吗 其实也不然 否则蝙蝠侠就不可能还有一丝胜算 如果你看过2016年的电影 Batman v Superman Done of Justice 你就会知道 Superman的克星叫做Cryptonite 是一种虚构的物质 当然这个英语单词也是虚构的 Cryptonite来自超人母星 克里普顿Crypton的残骸 在Crypton星球毁灭后 散布到宇宙各地 包括地球 Cryptonite对于超人有剧烈的负面效果 尤其是最常见的绿色 Cryptonite本身是一个典型的英语合成词 它首先来源于Crypton这个词 Crypton是化学元素的名称 克 化学符号为K2 原子虚数36 属于稀有机体元素之一 在地球的大气中含量非常少 在室温和长压下 无色无味无秀 知名科技平台36克 36K2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么为Crypton加一个后缀 DashRite就构造出了Cryptonite DashRite的后缀 在英语中通常由于表示 矿物或者化合物 例如石墨Graphite 还是很好记得吧 现在在英语中Cryptonite 就广泛地用作形容某人或某物的致命弱点 即便在其他方面可能非常强大或者有才能 比如Chocolate is my Cryptonite 这意味着 即使这个人在保持健康饮食方面很有自治力 但是巧克力仍然是他难以抗拒的诱惑 在商业或体育单领域 这个词也常被用来形容一个难以战胜的对手 或者障碍 好 今天的两个小故事 Achilles Hill和Cryptonite 你记住了吗